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好,我们接下来看还有什么兰花 最近实在是太多太多兰花在开了 那介绍这种小小的兰花 这个呢,是在市场上偶尔可见 因为它很小,所以很多人就会培养它 你看小小就可以开花 几乎的公分,它的植株的公分很短 4到8公分 那我们称为这种兰花叫土豆石壶 为什么叫土豆石壶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也有人叫石头石壶 这两种名字都有人叫 那但是土豆呢,是最常有人叫的 就是用这个名字去叫它 它的成轴株很小 就是你看它小小的就可以去做开花 这个算是蛮有趣的石壶兰 算是一个迷你可爱的石壶兰的品种之一 真的是非常的小颗 你可以看它的花也是小小的 但是它可以开的很多 所以可以开的很热闹 所以它其实是蛮有特色的一种花的系列 那这一类型的石壶兰呢 就是小小的不太占位置 那基本上呢 就是小个体就可以开花 但是它需要全日照 就是它需要强日照的环境 它的发现其实还蛮早的 我查了一下资料 大概在191858年就被发现了 算是一种被发现非常早的一种兰花 原产地大概在300到400公尺的山区 所以其实它在平地呢 就是可以种 而且其实它的产地分布的还蛮广的 从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都有 那基本上我们常见的品种应该是泰国来的 因为它算是一种蛮常见的品种之一 虽然在市场上偶尔可见 但是不是那么常见 你要这样讲也对 有的时候就会看到人家丢出来骂一下 丢出来骂一下 但是又不是那么常见的一种品种 因为它很小 它不开花的时候就这样小小的 那它可以重生重生的很漂亮 好我们来看其他的兰花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在开花 好这个是狐狸尾 那比较大颗的狐狸尾 好所以现在正是狐狸尾巴的季节 你可以看它下面没有叶子 那个就叫脱裤子啦 这个没有叶子 通常就是水分的问题 冬天如果你水分不浇 它就掉叶子给你看 它有很多种颜色 那掉叶子就不好看啦 所以基本上呢 你看它就这样子 就跟一根哨把一样 其实呢 所以我的狐狸尾是种的不是非常好 就是因为我没有在每天那边浇花 很多人在每天浇花的话 才可以长得比较漂亮一些些 那这个是绿蚕 我们那天看到的绿蚕 现在也是满满的花 其实现在应该也是红蚕的季节 还有另外一种蚕叫红蚕 不过现在呢 我们只有靠绿蚕 OK 好 这个呢 也是我们之前有讲 另一属杂交的东西 这个也是另外属杂交的 两种不同属杂交的 那一样 这一类型的兰花呢 都很靠运气 漂亮不漂亮 完全是靠下一代出来的个体 漂亮不漂亮 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 不同的开花个体 这一类型的兰花 如果你是交配出来的 说真的是 完全是赌运气的 因为不开花之前 你完全不知道它会开什么花 也不知道它的颜色是什么 漂不漂亮 像这一匹一头 就有那个纯很漂亮的颜色 那但是部分的个体有 那有些是有 淡斑的颜色 有些是有浓斑的颜色 完全不太一样 有些是纯红色的 纯红色还蛮漂亮的 所以这个又是艺术杂交 这好像是狐狸尾巴 不知道去教什么东西出来的 你看这一颗 这一颗是完全纯的红色 非常的漂亮 带有一点点的斑 但是它颜色 就变得非常的好看 所以那玉鼠杂交 需要花很久的时间 需要花很大的功力 所以其实我还蛮 佩服这些做交配的人 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去做这种育种的时间 那你可以看这个 这个红就红得很漂亮 相对而言 它的红就漂亮很多 那你看它旁边这一颗 它颜色就没有那么的鲜艳 那更旁边这边 有一些是有带有直线条的 但是谁能喜欢 有些人可能喜欢那种 有直线条的 或者是带有斑的 那感觉不太一样 那其实呢 就看人了 好 这个是小型的 我们昨天有讲到 小型的 像是 像是黄穗系列 那这个是真壮业的黄穗 是这个上次我在看到 是国际栏展的时候看到的 那基本上我在其他地方 完全没看过这个品种 那去年其实 国际栏展去年 其实我有拿一颗回去种 然后就有种死了 对 所以呢 还在思考 要不要种它 基本上它一定喜欢高湿度 所以 因为我有 我有水雾基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考虑试试看 这开起来很漂亮 如果整串开起来是很漂亮 像这个都是分株个体 所以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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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如果它是整串开起来 就非常的好 非常的美丽 那基本上它花就是这样 有点像黄穗一样 是这样穗状出来的 那比较有趣 它是真叶型的叶子 那我觉得去年 种死主要还是下雨的关系 就下完雨生病 我就看它一直掉叶 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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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到没有就死掉了 所以还是得病的关系 比较严重 那基本上 碎状的这种 黄碎兰这一系列 或者是碎状这一系列 都喜欢比较高的湿度 你可以想象在 像台湾的黄碎 它长在屏东的山区 都是在那个零硬下面 所以它的雾气 水气 湿度都比较高 所以 如果你要种这一类型的话 空气湿度 可能要维持高一点 那 当然杂暑的可能 就要看运气 像这个我就没有种活 所以我就没办法跟你讲说 它的难度到底是难还是简单 不过很漂亮 那因为我种的第一次没死掉 有时候 种多一点就知道说 它的那个特性长成什么样子 特别是兰花这一类的 有些兰种真的是要多摸几次 你才会知道说 它到底好不好种 或者是你在你的环境 到底能不能种的活 这个就是完全是 Try and Error 就是必须要做很多的测试 那这一类像这个黄税 税状型的 我台湾黄税是种的活的 菲律宾黄税也是OK的 少部分的黄税 我觉得种的还不错 那这个我是还没有试过 好 我们来看其他的 好 这个是一种 以前有介绍过的兰花 那只是很久没看到它的 小巨兰 小巨兰呢 之前在其他兰园有买过 结果去年也是因为下雨 临死光光了 可能是因为我没换材质的关系 我再猜 那这个呢 照理说上版可能会好一些些 那这个呢 是小巨兰 小巨兰呢 它花就这样成一串的 这个还开的比较少 如果它开的比较多的话 你会看到花是蛮漂亮的一串的花 那所以这个植株 还算比较小一些些 那小巨兰的品种 就是它很像缩小版的 巨兰鼠的东西 但是它开花是还蛮好看的 就这样一颗一颗的 虽然它比较冷门一些些 算是真的是 蛮冷门型的品种 在外面其实没什么看过 我上次唯一看到 就是只有在一间兰园里头看到 那后来就又再也没有看过它了 就是蛮特别的一种兰花 那开完 开的花是一串的 是还蛮好看的 如果你种得到比较大型的个体 它开起来是整串的花 那整个的个体就这样 小小一颗 不会太大颗 所以也不太占空间 那如果上版种植 我觉得应该是还蛮不错的 如果你用粗料种植的话 就是注意 如果你要用盆子的话 就要注意它的水分 不要太夸张 它就不太会死掉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好感谢大家收看